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390万至200万年前居住在非洲 其主要的共同特征是它们是两族动物 为了明确概念 不被疏于所迷惑 我们将说灵长类一词来自拉丁文 Primus 意思是第一 特指人类及其最亲近的亲属所属的胎生哺乳动物木 而人科一词也来自拉丁文 指灵长类的一个科 包括四属八种 其中有人类 猩猩 黑猩猩 大猩猩和窝黑猩猩 Ultra Laphatakis生活的气候条件属于下更新式的Zenclean时期到下更新式的GelAsian时期的范围 Zenclean或Zenclean世上新式时代和系列的低龄和底层 从530万年前延伸到360万年前 以所谓的Zenclean洪水或大洪水为特征 这是一场理论上的洪水 可能填满了地中海盆地 重新连接了地中海和大西洋 根据至今保存在上新式沉积物下的侵蚀特征 地中海的海平面上升速度可能达到每天10米以上 藏克莱德的洪水创造了直布罗陀海峡 阻止了动物在非洲和欧洲之间穿越 海平面上升导致尼罗河最远到阿斯旺 离现代地中海海岸900公里成为一个里亚 河口是指由于部分海岸线下沉 海水在河口侵入海岸的现象 这也导致了许多地中海岛屿的孤立 如克里特岛 此外 直布罗陀海峡的形成 使这一时期的动物无法穿越非洲和欧洲 戈老族或戈老族时期始于250万年前 结束于1866年 更新式的气候是一个连续的冰川周期 这意味着有冰川期 随后是温度上升期 称为冰川期 这种情况持续了整个更新式 直到被称为问的最后一个冰期结束 地球的大部分被冰覆盖 在这个时代 大约30%的星球被冰永久覆盖 更新式是一个地质纪元 对一些专家来说 它应该被称为冰河时代 对其他人来说 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因为更新式出现了一系列的冰期 在这之间有一些环境温度上升的时期 被称为兼冰期 在动物群方面 更新式时代 见证了大型哺乳动物的成功 如猛马象 如齿象和巨兽 它们几乎主宰了地球的景观 它们的主要特征是体型庞大 这就是它们被称为巨型动物的原因 在更新式时代 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 没有什么活动 各大洲实际上 已经处于它们今天所处的位置 甚至现在被淹没在海底的地区 也在海面上 形成了大陆之间的桥梁 请记住 有冰期的存在 就植物群而言 这一时期的生命是相当多样化的 尽管随着冰川期的到来 气候受到了限制 在更新式 地球上有几种类型的生物群落 仅限于某些地区 因此 发展起来的植物 是每种生物群落所特有的植物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植物物种中 有许多已经存活到了今天 生物群落 是一个生物地理区域的生态系统集合 其特点是 根据其植被和占主导地位的动物物种来定义 再更新式 人类开始发展为现代人 你好 我是Australopithecus animensis 我的名字来自图尔卡纳语 NM 意思是湖 因为我是在离肯尼亚图尔卡纳湖很近的 Conapoi发现的 需要指出的是 我被归类为一个新物种 被命名为Australopithecus australis 亦为来自南方 而Pithecus 亦为猴子 因此 Altralopithecus 一词对应于一个由七个物种组成的灵长类动物属 Aferensis Africanus Animensis Borogazali Darmada Garei 和Sediba 澳大利亚人 最了不起的地方是 我们是两族动物 尽管我们仍然保留了在植被中攀爬的能力 但我们现在可以毫不费力地用两只脚站立 在行走和爬树之间交替 我们都在非洲生活了三百九十多万年 直到大约二百万年前 据估计我们在那时灭绝了 我的年龄在四百二十万至三百九十万年之间 至于我是如何被发现的 我要告诉你 1965年 在肯尼亚北部的卡纳波伊 已只发现了一个早期人类的单壁骨 但由于没有更多的人类化石 无法确定其所属的物种 后来在1994年 在同一地点再次发现了许多牙齿和骨头碎片 专家们确定 这些化石是非常早期的人类的化石 我属于一个新的物种 它们命名为Australopithecus animensis 2019年晚些时候 宣布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头骨 就我的身体和生物特征而言 我拥有原类和人类都有的特征的组合 我的大脑大小与今天的类人员相似 平均为五百立方厘米 我的下巴很强壮 但有点窄 我的牙齿很硬 有牙幼稚 我的外表与今天的黑猩猩相当相似 据估计 我们的身高与黑猩猩差不多 1.2至1.5米之间 体重在40至50公斤之间 雌性比雄性小得多 生活在非洲热带地区 以种子 水果和树叶为食 至于我的饮食 我既可以吃开放空间的食物 种子 芦苇和草 也可以吃水果和快精 我使用食制工具 我能够撕裂甚至折断骨头 以获取骨髓 并保护自己或抵御可能威胁我的动物 我的物种是青稻夫 我们扔石头作为工具来下跑掠食者 并利用它们的猎物的残骸 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火 所以我们生吃了肉 对 康纳破遗址的古生物学重建表明 我生活在开阔的森林空间 也生活在湖边地区典型的植物丰富的区域 我的双足能力加上我的攀爬技能 使我能够在非洲大草原上陆续移动 也能在树木和高大的植被中避难 最初 人们认为只有智人 属产生了最早的工具和器具 然而 最近的发现 可以追溯到澳大利亚人的时代 表明我们的物种 已经在使用某些类型的工具 我们用这些工具 切割狩猎时的皮肤和骨骼 这使得奥托比特斯 有能力生产切割物品 尽管是相当古老的物品 你好 我是Australopithecus afferensis 我的名字来自拉丁文Afford的Austral猴子 那是我被发现的地方 我的年龄在390至300万年之间 我的物种于1974年12月24日 在埃塞俄比亚的阿瓦什河谷被发现 发现的标本是一个雌性 并以披头式的歌曲Lucy命名 在发掘现场还发现了 另外12个我的物种个体的化石 对它们的研究 使人们对人类的起源 有了更好的了解 这导致发现直立行走的能力 出现在大脑成长之前 我是一个双足动物 尽管最近的研究表明 我更可能是一个数七动物 而不是一个的七动物 保存在硬化灰烬中的脚印的轮廓 清楚地表明 留下这些脚印的人类 有效地进行了双足行走 像人类一样 至于我的身体特征 我身材修长 头骨更像黑猩猩 而不是人类 在380至450立方厘米之间 我估计体重在45至28公斤之间 身高在1.20至1.50厘米之间 这种巨大的变化 发生在该物种的雄性和雌性之间 就澳大利亚原人而言 雄性和雌性之间的二行性非常明显 在体型和体重方面都是如此 我的牙齿有几个奇特之处 这有助于科学家发现我的进食习惯 我的门牙是那些典型的 以节食为主的食物 有相当大的尺寸 我的旧尺和前旧尺也是如此 尽管我的全尺很小 我的味觉与现代人的味觉非常相似 与巨猿的味觉曲线完全不同 我的形态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是我的骨盆形状 正是对身体这一部分的研究 使我们能够肯定 我们可以用两条腿直立行走 许多科学家声称 骨盆和腿的形状使我的步态与现代人不同 这意味着我的步态比现代人的步态更加倾斜 从比例上看 我的腿比致人的腿短 使我无法有效和快速的移动 我住在非洲 特别是在现在被埃塞俄比亚 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占领的地区 在这三个国家已经发现了迄今为止已知的三百多具遗体 我所处的环境是干燥和不太茂密的森林地区 更多的现代数据表明 我也可能已经移动到大草原地区寻找河岸和湖岸 我是草食动物 主要以含糖量高的水果以及叶芽为食 我也吃根莖、块莖、坚果或种子 偶尔也吃其他动物的残骸 因为我的物种不是猎手 我的生活方式以我的双重行动能力为标志 因为虽然我可以用两条腿走 但我也有爬树和站在树上的巨大能力 最普遍的理论是 我们生活在小团体中 其中有相互协作的生存方式 为了睡觉 我们爬到树上 在树上筑起一种巢穴 我们还可以在潜水洞中过夜 像所有其他两栖动物一样 我们是相当群居的 建立合作关系 以增加我们的生存机会 此外 与现代原类的情况一样 群体的结构是围绕着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 它对几个雌性行使着最高的权利 至于儿童 人们认为澳大利西亚人的身体发育比人类更快 在很小的时候就能独立 我的物种用锋利的石头从骨头上提取肉 并从骨头上获取骨髓 我们没有掌握活 也没有建造居住的地方 至于所使用的工具 我有能力生产锋利的物品 尽管相当古老 大家好 我是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 我的名字意思是南部非洲猴 一些资料显示 我的年龄不到三百万年 最多超过二百万年 其他资料显示 我的年龄在三百三十至二百五十万年之间 我生活在两个地质时期之间 上更新式和下更新式 我是在南非的挖掘中被发现的 在八十年内 发现了我这个物种的二百多个个体的遗骸 我的物种传统上 被认为是智人群体的直接祖先 特别是智人 然而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 是非洲人和智人物种的共同祖先 近年来 后一种假说变得更加流行 与其他澳人员一样 我有一个两足的姿势 我的平均体重为男性41公斤 女性30公斤 身高为1.50米 我的颅骨容量为480立方厘米 至520立方厘米 远远低于今天人类的1500立方厘米 我的脸比前面的澳洲人的脸短 还有我的牙齿的大小 总的来说比较小 所以我的全齿和门牙没有凸出来 我的牙齿和现代人的牙齿没有什么区别 我有正常双足动物的所有下肢适应性 但我也有攀登类动物的特征 肩关节向上 手臂比腿长 手指长而弯曲 我的手比男员的手更像人类 特别是因为我的拇指 它使我有更大的握力和预紧力 我生活在相当开放的空间和干燥的气候中 研究表明我可能与Australopithecus afferensis居住在同一空间 因为我的物种由于我们更强的狩猎技能而取代了它们 我居住的具体地理空间位于东非 包括目前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领土 我的面部和旧尺的健壮性表明 我的饮食比早期的人类更以植物为基础 我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攀爬适应能力 使我能够利用树木作为庇护所 以及安静地睡觉和进食 在地面上时 我的物种被认为是觅食者 以植物和小动物以及腐肉为食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非洲的Australopithecus使用山洞作为庇护所 在自然界中 觅食者有相对较大的大脑 两族动物可能是对资源日益匮乏的栖息地的反应 而脑化则是对寻找和学习 如何处理新食物的需要的反应 自非洲澳洲人以来 研究人员发现 大脑中涉及联想和复杂思维的部分有扩大的趋势 同时也发现了操纵食物和物体所需的力量和手的灵活性 在Stirk Fountain和Molkow Pensket洞穴中 发现了非常原始的实质工具和非洲人的遗骸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我们制造了工具 但我们似乎用石头来敲击和切割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